欢迎收看由小兔奔跑烘焙学堂打造的产品制作节目 我是海鸥 今天我们将要给大家分享一款知识抹茶的做法 抹茶运用的非常广泛 比如说像我们常见到了冰淇淋抹茶 蛋糕抹茶等等 这者也非常的诱人 那么抹茶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从大的方向来说可以理解为是绿茶的一种 但是它不等同于绿茶 抹茶是经过了严格的种植生选 包括复杂的工艺制作而成 然后它口感是比较相纯 非常的细腻 当然我们今天也不是来讲 它的抹茶的工艺复杂程度 我们今天将会给大家分享抹茶的制作方法 那么关于抹茶的选择区分 因为节目录制的原因 大家可以线下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联系我们详细了解 接下来我将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款产品所需要用到的工具以及原材料 工具包括冰沙机 八根勺 刮泡碗 电子寸 凉杯 原材料包括 热水 抹茶粉 小兔奔跑定制糖浆 炼奶 黑白淡奶 全汁牛奶 适量的冰块 以及我们打好的芝士奶盖 关于芝士奶盖的制作方法 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了解 现在我们开始进入制作环节 我们先来做这个抹茶的基底 然后我们今天做的是两杯的酿 先在冰沙桶中倒入300毫升的温水 大概75度 再加入70克的抹茶粉 然后使用奶泡的打到自动停止 好我们的抹茶粉已经打好了 我们将它倒入到容器中 然后再加入20克的练奶 再加入60毫升的黑白淡奶 70毫升的全汁牛奶 用8根勺搅拌均匀 再加入220克的冰块 快速的去搅拌 将冰块融化 如果泡沫比较多的时候 我们需要将泡沫刮一下 好我们这个抹茶基底就做好了 然后可以放在冰箱去冷藏使用 这样子味道会更佳 一般我们在门店是会提前准备好抹茶基底 然后按比例去调整大份的 接下来我们在雪克杯中加入300毫升 我们刚准备好的抹茶底 然后加入10毫升的糖浆 用8根勺搅拌均匀 用8根勺搅拌均匀 再加入冰块到400克度线 再次搅拌均匀 倒入到我们的杯子中 好这里我们需要将泡泡刮出来 最后加入我们的芝士奶盖 芝麻Basic 最后再撒上我们的抹茶粉作为装饰 好我们这杯芝士抹茶就做好咯 这个产品我们除了加芝士奶盖的制作方法 也可以选择加鲜奶 自存像辛平乐这样的产品甜而不利 形成一个系列的产品 最后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产品相关的芝士 或者是开店干货 记得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小徒奔跑烘焙学堂 记得给我们留言咯 拜拜